字幕提供 那我今天 的題目是長期照護機構 預防SARS-CoV-2的建議 那陳如主持人剛剛提的在 這樣一個COVID-19的疫情 不管是醫院 還是長期照護機構 都面臨了相當大的壓力 那我們知道從去年開始 那事實上 我們雖然講COVID-19 可是真正造成全世界的大流行 大概是2020開始 那這個COVID-19的疫情 它的致病菌主要是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那面對這樣子一個大魔王 帶來的一個衝擊 那事實上醫院跟長照機構 都面臨了非常大的危機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去因應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過醫院跟長照機構 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像醫院跟長照機構裡面 相對是屬於比較人口密集的機構 那他們可能他們的住民或者患者 都是相對可能抵抗力比較差的 這是他們面臨相同的問題 但是他們也有不同的一個面向 比如說像醫院各位看我畫的卡通圖 他可能比較像一個正規軍 所以他有比較好的配備 那能夠正面去對抗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那長照機構當然看起來不至於 不至於完全沒有武器 不過看起來就比較陽春一點 所以面臨了這樣子一個相同的疫情 可是醫院跟長照機構的抵抗能力 事實上不大一樣 所以長照機構比較像是一個比較脆弱的單位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來看一下國外的資料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美國 那美國大概也是去年 COVID-19疫情開始 先有COVID-19疫情的幾個國家之一 那這個統計的時間是在去年的5月29號 那主要是由州 他們的美國51州的州政府去報告到他們的CDC 那有關他們的死亡率 那其中屬於所謂的 長照機構裡面的比例是多少 那裡面總共有40個州 那其中有11個州沒有通報 或者通報沒有在裡面 那這篇文章裡面提到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比例就是說 那裡面屬於長照人員 機構人員 佔所有死亡病人的比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高 從最低的21%到最高的81% 那裡面包括像明尼蘇達羅德島 都高達81% 所以這樣子的死亡比例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除了美國是這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歐洲的國家事實上也有類似的情況 那這個是義大利的文章 那他發表的是在10月份 不過事實上那也是在描述在意大利 因為我們知道在歐洲從中國發生疫情之後 第一個傳到歐洲的 或者歐洲有大規模的outbreak 是意大利 那當然最近在談論 所謂的COVID-19的起源的時候 他們發現意大利可能在更早的病人裡面 就產生抗體 所以需要去調查一下這個病毒的來源 不過我們今天提的是當時候 在去年意大利一開始outbreak之後 那他們的類似我們的中央健保局 他使用他們的健保資料庫 來看看他們的死亡率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左邊的 那他有每一個三條壩 代表的是一個州 那來看一下最左邊的這個是這個地區 那因為這個義大利文 所以我就不念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是在義大利的北部 那這個也是當時候最嚴重的區域 那這個bar有三條 每一條的高度代表他的人數 那三種顏色代表什麼呢 最左邊的代表他實際的死亡人數 那中間的代表 他依照他的健保資料庫去模擬 他這個年紀 那中間的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平均是77歲 主要是他選擇 可能是健保資料庫裡面 他們的年紀在75到79 那平均是77歲 那他的死亡率 那他的死亡率 然後去算 如果這些住民他的死亡率 是這個年紀 他應該 會有多少人死亡 那最後邊的這個 淺綠色 淺藍綠色這個bar 代表的平均是73歲 就是70到74歲 那一級就說如果沒有這個疫情的時候 他用年紀去校正 來看看他應該 這樣子的規模 該死多少人 然後去預估 結果發現說他如果平均是73歲 他應該有600 600多位 那如果是77歲 平均77歲應該是1100 但是實際上的死亡人數超過3000位 所以代表著這個COVID-19不是只有會很快的傳播有禮病率 那對於這些可能相對抵抗力不好 或者長期照護的住民 他們事實上是一個死亡的威脅 所以這也代表著我們應該把這些人視為高危險 那我剛剛前面提過 醫院跟長照機構去比較 那這一些長照機構 像是脆弱的單位 那主持人剛剛也提到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 那我隨便上網路上一查 就可以查到非常多的地方 有所謂的養護之家的群聚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事實上除了群聚這個標題之外 各位可以看一下區域 就台北市、中和、新北市、新北市、基隆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在北北、陶基這幾個地區 那並不是代表這幾個地區 就感控做得特別不好 而是各位要知道說 事實上 安養機構就是在社區裡面 所以當你社區在流行的時候 無可避免的這些病人 或者這個疾病就會進入到安養機構 那偏偏因為你的住民的因素 他可能比較容易離病 他可能比較容易重症 所以應該有一個規範 來造成 來預防這個 COVID-19或者SARS-CoV-2 進入 養護機構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剛剛你前面提過 這個為什麼 COVID-19或者SARS-CoV-2 容易在 養護機構裡面 造成 他的群聚 那這是一篇文章 他提到的就是這個題目 COVID-19 然後長期照顧中心 還有他的脆弱性 那他主要分做幾個層次 來探討這個問題 那主要這個文章是發表在去年的 JIDC General of Investing in Developing Country 那他分幾個層次來探討這個問題 然後點出他的問題存在 那安養中心或者長照機構 為什麼比較容易造成所謂的群突發 那第一個是病人的因素 那因為這些病人本身都有很多共病 一些慢性病 所以他相對是比較脆弱的 那另外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他的表現通常都是比較非典型 那這個我們先知道他的問題在哪邊 那相對的我們 你出的對策也會根據他的特點 來你出他的對策 那再來如果是家庭的層次呢 那我們知道疫情來的時候 所謂的訪客政策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如果你訪客不限制 那可能訪客經由來拜訪 或者探視這個住民的時候 會把這個傳染病帶進來 但是如果你過嚴格的限制 比如說完全不能會客 那這個有些住民的家庭的支持就會上市 那他裡面有提到如果是機構的因素 那當然牽涉到機構的照護能力 或者我們常常關心的互併比 比如說有多少護理人員啊 多少護著啊 那在國外他們互併比是比較高 那在國內常常互併比會有一點不足 那這邊有一點出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各位看一下最後面這個是 所謂的 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如果一旦生病了 那他需不需要 暫時不用來工作 那各位可能會認為說這個理所當然啊 病人如果生 如果醫務人員 如果發燒啊咳嗽啊 就不用再到醫院照照護病人 可是在安養中心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這篇文章裡面就總結兩個 第一個就是缺人 第二個是缺物資 所以如果你一個養護機構 本身平常就是缺人的 那試想各位在照顧病人的時候 你會因為一點點咳嗽 或因為一點點不舒服 就可以請假不用來照顧病人嗎 那假設這個問題是否定的 那他可能就會帶病來上班 那這個當然無形中就增加 這個養護中心造成感染的機會 那最後當然也有提到所謂的社區 所謂政府的層級 那安養照護機構如果是國家的公立的 當然有時候資源還稍微多一點 那如果是私利的或者規模比較小的 那也許他們的照顧模式上面 這個獲得的支持就會比較少 那另外剛剛提到的有關於社區的部分 那本身這個 長照機構就是社區的一部分 所以社區的整個的流行情況 會影響到長照機構 會不會產生一個outbreak 所以當你的社區壓力非常大的時候 那這些病人會湧進醫療院所 造成醫院裡面可能會產生outbreak 那當然同樣的這些病人 如果住在安養中心或者長照機構 他可能也會把這些病毒 帶進長照機構 那剛剛前面提過 所謂的不典型的表現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這一篇是同樣發表在去年 一個比較小規模歐洲的一個機構 他們發生了群聚之後 他們去看看他們的住民 產生了哪一些症狀 那這家機構裡面總共有79位 那其中後來38位做COVID-19的test是positive 那41位是陰性 那我覺得比較有興趣的是幾個地方 都要知道的把它打勾起來 就是說這個病人在有呼吸道的症狀之前 那病人會有體溫不穩啊 或甚至低體溫的情況 那這個有COVID-19跟沒有的 事實上是有顯著的意義 那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事實上COVID-19 我們如果把它界定為呼吸道的疾病 那你就會忽略掉它所謂的肺外症狀 所以其實在COVID-19 在發現之初就發現 他可能有一些是肺外的症狀 比如說會拉肚子啊 那在這裡的統計室上 也有其中有10位會拉肚子 那 TEST陰性的有3位 那只是這個數字上是有差異的 那只是沒有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所以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只界定病人來 你要咳嗽 你才會去送醫 那你可能會忽略掉一部分 它可能是肺外症狀的 那另外我打勾的就是 Oxygen Disattrination 就是血氧掉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徵 就是病人假設沒有其他的內科的疾病 那他突然間血氧掉 那是不是代表著他可能其實肺部有問題 只是沒有明顯的症狀 因為他可能是有很多共病 或者其他的症狀掩蓋 比如說他是一個慢性支氣管癌 平常就會咳嗽 所以你不以為意 所以安養機構也是因為這樣子一個病人的特性 會讓他們非典型的表現的比較多 那非典型表現的比較多 你去偵測就會比較晚 就容易造成群突發 所以我在這邊的建議有兩點 那第一個就是說 本身這個病毒 他就是一個全身性的疾病 不限是一個呼吸道的疾病 所以不要只認為 呼吸道才是他唯一的表徵 那第二個當然 你說所有的肺外症狀就當COVID-19 這個有說 其他症狀的病人相當相當多 所以我們可以依靠的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你要發現 現在是不是一個疫情的流行期 比如說前一陣子假設 在一個第三級警戒的時候 那在某一個安養中心 那有個病人 就經常會拉肚子 突然間的拉肚子 那不是腰物引起 不是一些常見的腸胃引起 你就要想到說 他會不會可能是COVID-19 那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群聚 特別是在一些養護機構 那假設他不是呼吸道的疾病 沒有那麼明顯之前 那你就可以根據 他有沒有群聚 他有沒有當時候的疫情狀況 能夠提早來偵測 他是不是一個COVID-19 那這樣子可以避免他的症狀不典型 所以我們的診斷延遲 然後造成他可能在機構裡面傳染 那當然最終的結果就是右邊的這個 造成的結果就是死亡 所以我剛前面提過這個 那個養護機構對COVID-19的預防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會造成這些居民的疾病率 或者甚至於死亡率增加 那所以我剛提過 正是因為長照機構 他有他的脆弱之處 那他有很多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決 但是我們尋找一個比較好的治療準則 或者有一些相關的指引 來讓長照機構來遵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事實上我去看過很多國外國內的指引 事實上大同小異 不過我比較建議是 使用我們疾管署的 那各位可以從網頁進去之後 找到所謂的醫療照護機構感染管制相關的指引 那裡面有兩個 是我特別推薦 可以用來 看看這個 一個是衛生福利機構因應COVID-19之應變 整備作戰計畫的建議 那第二個是 衛生福利機構因應COVID-19感染 的指引 那這兩個指引我非常建議的原因有兩個 那第一個 他當然是中文撰寫 所以各位可以很清楚的去知道 怎麼樣去做或怎麼樣去因應 那第二個 裡面的建議會根據我們的國情 隨時去做修正 所以各位看一下 事實上我們在準備這個資料的時候是在9月 可是在8月30 他又做了更新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新的一個建議 那裡面的一些建議 也會跟國內的疫情比較吻合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以這個為一個基礎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怎麼樣去 做長照機構 做照護病人的感染管制的相關的建議 那第一個建議當然是施打疫苗 那我們知道感染症所有的感染症 能夠有疫苗施打來預防 是最好的 那COVID-19是有疫苗 那雖然也許病毒不斷的要轉變 但是目前的證據施打疫苗 事實上是力大於弊 那我們這邊的建議是這樣 就是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美國的建議 那美國在去年的 12月1號他們的ACIP 疫苗接種小組就已經建議 有兩種人 應該優先來施打 那第一種是 我們醫療照護人員 那第二個是 我們當然知道這兩個的意義 不大一樣 不過都是非常重要 是第一個 醫療照護人員 那醫療照護人員當然是照顧 病人 那但是他照護的不是只有COVID-19 所以如果醫療人員受感染 或者說他因為需要隔離 那他接觸的又是醫療人員 那可能因為一個醫療人員 會有大規模的醫療人員受隔離 那整個的醫療系統就會癱瘓 所以這個 所有的醫療系統 的照護人員都非常重要 會被列在所謂的地線施打疫苗 那 就是基於 美國他們的經驗 就是一開始疫情來的時候 那還沒施打疫苗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 剛剛前面跟各位報告的 他們長照機構的 住民的離病率跟死亡率特別高 所以 因此 他們等於是一個脆弱的族群 所以 因此 他們在去年的12月1號 就這樣的建議 醫療人員跟長照機構的住民 應該優先施打 那各位 這個是基於實證醫學 各位要知道一個時間 去年 美國在核准第一個緊急施用的疫苗 Fizer 是在12月11號 所以可見 他們基於實證醫學 從去年年初到年底 還沒施打疫苗 他們就知道 這兩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今天要跟各位探討的是 優先施重的順序 應該包括所謂的 Long-Term Care Facility 當然我們除了建議施打流感 COVID-19的疫苗之外 包括現在的季節性流感 或者肺炎鏈球菌的流感 那當然不是說這個流感疫苗 或者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可以直接預防COVID-19 但是 至少如果你有 注射這些呼吸道疾病的 疫苗 他可以避免你產生類似的症狀 那所以 這是我們第一個建議 就是應該要施打疫苗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台灣 所謂的公費疫苗接種的順序 事實上 機構跟社福的照護系統裡面 他我們來看第五類的第一項 就是住宿型長照機構住民及其照護者 事實上是被列在所謂的第五類 那各位不要覺得說我們的分類 一二三四五 第五類好像很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實際上的人數 那我大概去算一下 第一類50萬 第二類13萬 第三類6.1 第四類0.2 大概前面大概有70萬人左右 那加上第五類的46.7萬 大概120萬 所以換句話講 大概全台灣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在100個人而言 你的排序是在第四名或第五名 那事實上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前面 那事實上也吻合 我們目前需要接種的順序 就是他比較脆弱的風險的應該往前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問題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我今天不是要跟各位探討哪一個疫苗 應該要施打或者應該打幾劑 或者混不混打的問題 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這是發表在今年8月12號 NEJM的一篇paper 那這個是一個英國的文章 那主要探討COVID-19的疫苗對於Delta病毒的有效性 那我要先介紹一下英國的情況 那它的背景是這樣 那去年從武漢開始的一個新冠肺炎 那傳到英國之後 他們產生了一點變異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稱過英國變種 Alpha 那Delta是在去年的年底 在英國 對不起 在印度產生變異 就是我們稱的印度變種Delta 那它後來在今年也傳入了英國 大概在二三月左右 所以他們英國也開始的 有所謂的Delta Delta的COVID-19的感染 那另外他們疫苗 他們有兩種疫苗 一個是BNT 那一個是AZ 那左邊這個圖 左邊這個表是數字這個比較小 我們來看右邊這個圖 那這個圖主要有三個地方 我們要三個重點我們可以看的 第一個 左邊這三欄代表第一季 那右邊這三欄代表第二季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右邊的都比左邊高 那 中軸是代表有效性 所以代表的是 打過兩季的效果 比打一季好 那不管是 BNT 不管是AZ 還是它把它綜合 它稱作ANY 就打任了一種都可以 那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的是 右邊的都比左邊的來的高 就是打兩季的效果比較好 那第二個 各位看一下 上面的 都是藍色的 那紫色的都是在下面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對上面的是 對Alpha 變種的效果 都來的比較 那下面對Delta 效果就比較差 那不管是一季 不管是兩季 所以這個各位可以知道 打兩季 會比打一季好 那如果流行的是Delta 它的效果就會變差 好 那第三個重點其實是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 各位看一下 一樣是變差是沒錯 但是兩個的高度差 就是我如果感染的是Delta病毒的時候 跟Alpha它的差距是多少 那看起來右邊的是比較小 打兩季的比較小 打左邊的就比較大 那這樣子的結論 對我們目前疫苗的施打 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簡單講就是這樣 打兩季比打一季好 那打疫苗的效果 對Alpha還不錯 對Delta就會變差 可是同樣變差的情況下 打兩季差的比較少 打一季差的比較多 所以這個就牽涉到 因為我們目前疫苗的施打 有兩派 一個就是盡量施打 憑我們的覆蓋率 那這樣子大家都會 都打一季的比較多 打兩季的比較少 所以目前我們大概打一季的 將近快要七成 那打兩季的大概兩成 可是如果今天國內正在流行 Delta 那代表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打一季 其實效果會差距的比較多 所以這個可能需要一個政策的討論 就是適當時候國內的疫情 來決定我們要怎麼樣去施打這個疫苗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可能流行株是以Alpha為主 那我們可能拼第一個第一劑的施打 那如果有一天我們Delta變多了 那對Delta可能需要兩劑才足夠 那也許這些脆弱族群 就應該盡早施打第二劑 那在國內當然第二劑大部分都施打完了 對於這些剛剛講的一二三四五類 那在國外現在在討論一個話題就是 那要不要加打第三劑 那第三劑事實上 美國他們在昨天還是前天 他們也討論出來的就是 他們建議65歲以上集這些脆弱族群 加打第三劑 那不包括醫療人員 那主要就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員 他可能施打的之後 疫苗會比較不足 需要再加一針 好 那所以前面的第一個定義是 建議是對疫苗的建議 就是建議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 所有的工作人員或者住民 都應該施打所謂的疫苗 包含COVID-19 流感跟肺炎鏈球菌 那第二個 有關於工作人員的管理 跟人力調度部分 那我們的建議是這樣 就是四機構的規模 空間跟人力 那盡量劃分所謂的 照護區域 那預照照護區域跟 人員分組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醫院的分艙分流 那這個當然要是醫院的規模 有些的長期照護機構 非常非常的大 像我過去在農種系統服務 那會去支援農家 那農家 很多農家就是屬於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 所以他們的每一個隊 事實上就是一個建築物 那不同的隊就在不同的建築物 所以這就是可以變成一個 照護區域 那裡面的人員就不要交流 那第二個建議是 應該指派專人 去偵測體溫 所以當我們施打疫苗之後當然 希望所有人都不會再 得COVID-19 但是我們要有偵測的機制 那體溫的監測 咳嗽的監測 就是一個很好的監測 所以應該指派專人來做 每日體溫跟健康情況的監測 那裡面有一點說明就是說 如果工作人員有疑似的症狀 那你應該休假 或限制他不要去照顧病人 那一直到沒有使用 退燒劑20小時才回來 那在8月30號新的指引裡面 他就加入了說 如果你有接受COVID-19的檢查 那既然檢查了 就有可能是陽性的可能 所以他會建議在結果 沒有出來之前 那就先不要回來上班 那即便回來陰性的 因為有空床期的問題 所以你即便回來之後 即便是陰性或症狀緩解 人來應該自我健康 監測14天 所以這是對於工作人員 跟人力調度的第一個建議 那另外就是整個機構 包括醫院都一樣 就是你整個醫院的工作 工作人員有沒有特別去流行區 或者他感染的風險 或者有一些他是不是在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那你就依照規定不可以上班 所以每一個 長照機構也應該有一個機構 能力的備援計畫 因為你的工作人員 有可能 隨時會變成一個接觸者 甚至於被感染發病之後 你應該有備援計畫 那假設 整個工作人員實在不足 那可能要跟衛生局求援 把這些病人做一個適當的處置 那第三部分就是 那第三部分就是我們談到 就是 所以原則上 如果疫情等級是三四級 所以原則上 不建議 收治 從社區來的住民 那這主要原因是因為 從社區來我剛講過 長照機構就是社區的一部分 所以 當你疫情厲害的時候 從社區直接入住的居民 就有 可能被感染之餘 那如果要入住 非入住不可 他可能要前三日 採檢 SARS-CoV-2的陰性報告 而且入住之後 應該先安置在 隔離病房或空 空病房14天 那這個比較好理解就是 所有的病人應該 先確定沒有感染 那萬一非得入住 那你應該先有個隔離空間 能夠來做觀察檢疫 那第四個就是 當你基本的保護有了 那 平常病人也都偵測到症狀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做篩檢 那我們篩檢就是要看看 一段時間 病人有沒有可能 是症狀比較輕微啊 或者剛剛講的 不典型的症狀 所以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主動監測 那這邊的建議是 疫情如果比較輕的時候 一二級 那原則上不需要 進行定期的篩檢 那如果疫情比較嚴重 是三四級 那因為 塘造機構不可能獨立於社區 他可能會有很多人員 需要外出 比如說工作人員 需要出去採買啊 或者工作人員 每天上下班 是住在家裡面 那自然其實是有感染的機會 那住民他 沒有其他的原因 當然比較少外出 可是如果位於高風險地區機構的 人員他需要外出 比如說他去接受 血液透析 或者他要定期外出 接受精神復健 或者他需要進行外出的 那這個在疫情警戒比較 升級的時候 三四級 我們會建議 可能需要定期 那所謂的定期 當然你就看你的疫情 就是 可能每一個禮拜 需要做一個篩檢 那其他的安養機構 雖然 同樣是疫情等級 是三四級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區分高風險跟 不是高風險 比如說 前一陣子還沒降級之前 雙北地區可能被列為高風險 他就應該每週一次 可是其他的風險 雖然低 可是社區還是在三四級警戒 那就會還是建議 但是他的品質可以 適度延長到每週一次或每月一次 那採檢的方式當然就 抗原快篩或病毒檢驗都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 surveillance 那給各位看一個model 那這個是一個 COVID-19的 surveillance 那各位看了 就非常清楚說 事實上傳播鏈是非常複雜的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上面這是一家 福建醫院 那他們有分五個病房 那紅色的是病人 三角形的是醫務人員 那黑色三角形的是護佐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非常幸福的 病人數跟工作人員幾乎差不多 可是每一次病人的進出 紅色 可能是新病人 可能是轉入 或者每一次工作人員的進出 都可能造成感染 那另外我們用一個圖表來代表所有的單位 可能是病人 可是工作人員 接觸的情況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個點 三角形的代表工作人員 圓形的 代表病人 他們的接觸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他們過去一個禮拜 可能一個病房 比如說如果這是五個不同的病房 那今天你在五個病房裡面 會有接觸到不同的病人 那事實上你的接觸者無形中就增加 那一旦一個離病 其他感染的機會 事實上就會增加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前面講的 所謂分艙分流 就希望如果萬一不幸 得到COVID-19的情況下 你的網絡 是最清楚的或最簡單的 那你的匡列也會比較簡單 那另外 C這個圖形是 所謂的發病 從感染到發病的圖形 那非常清楚的 如果你不早期偵測 那他的數目 事實上 是一開始是成績而圖形的上來 那上來的非常快 可是要改善 會拖得非常久 所以 一個脆弱單位 我們應該嚴格的遵守 這些所謂的規範 可以減少它造成院內的一個突發 群突發 那再來就是服務的調整 那跟醫院的降宅 活動有點類似就是 第一個避免不必要的團體活動 那如果 需要的時候 比如說 用餐啊 活動啊 我們就分時段 分組 那避免這些 住民的群聚 那另外 雖然他們還在活動 不過還是在嚴格 遵守Social distance 社交距離 那戴口罩 那如果警戒是三四期的時候 那就減少外出 那盡量使用視訊的方式的診療 那這樣可以降低COVID-19的疫情 那這個是一個 recommendation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什麼 來保護我們的住民 那這是我的老師 岩慕庸醫師 貪針在去年的 JMI 那他提出一個 模特兒各位看一下 這是所謂的E ENHANCE ETCV ENHANCE THE TRAFFIC CONTROL 那他意思是說這個機構 我們可以在大門的地方 做一個節點 所以所有進來 我們要看他有沒有戴口罩 避免 飛沫感染 我們要看他有沒有洗手 可以避免接觸感染 那一旦進入這個機構 比如說新進的住民 那我們需要一個檢疫的地方 那這樣子就不會把健康人 跟帶病人 有所接觸 那每一個照顧區都是一個綠色 那一旦你離開這個照顧區 我們就是當成一個節點 你就要坐你身上 比如說需要洗手 然後當你進入不同的紅色黃色 每一個節點 你就做手部衛生 這樣就可以降低病毒的傳播 那另外紅色的部分代表病人 那我們就把它集中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所謂的 紅區黃區綠區 的一個分區管理 那這樣子可以避免 這樣的一個疫情在傳播 那你在透過不同的區 都是一個節點 需要加強洗手 那當然我們自己照顧得很好 可是不可避免的還是有訪客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要限制訪客 那可以試疫情來決定 那當你如果疫情30級的時候 就全面禁止 那如果疫情比較區緩 你真的要訪客的時候 你可以限制次數人數 然後採預約 那另外非常重要的 要實名制 那如果有症狀就不可以進來 那最後要提到的就是還是 環境的清潔消毒 那至少每日一次 那如果說疫情等級 警戒上升 那次數可以增加 那我這邊特別要提醒的就是 這些通常我們會使用漂白水 要當日炮製 那我去做港共茶二 有些已經隔天或兩三天的 需要當日炮製 而不是用完為止 那第二個要注意通風 炮製的地方 那第三個就是容器要標示 那不然有時候我們常常去看 就是用一個普通的容器 那到底裝什麼不曉得 那前面提的都是沒有發現病例的時候 那如果一旦發現疑似病例的時候 比如說 剛在快篩篩檢的情況 發現陽性 那我們就要確認 病人可能是陽性 先一人疑似照顧 那如果是工作人員就不要上班 那另外趕快送到醫療院所去做確認 那如果一旦發生確認病例的時候 那我們就按照 剛剛前面提過的應變整備計畫 那因為其他的工作人員跟住民 可能會被列為接觸者 所以這時候應該通報主管機關 那必要的時候就會請他們 進行住民的安置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國外的該耐 那事實上都跟國內非常類似 那這一個總表就是 不同的該耐事實上有不同的建議 那我這些建議事實上 不見得每一個都要做 那事實上有實證的醫學 都跟我們所謂的幫斗一樣 做得越多 可能效果越好 那裡面舉例來講 比如說訪客的政策 比如說 surveillance 比如說 staff的政策 那這位各位可以參佐 那看看國內的疫情 我們來挑選降低院內感染的機會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